目前场上还剩下三位男嘉宾 但是我们的考验将会进一步地升级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生活情境测试 接下来出题权交给我们的蔡妈妈 第一次你的女朋友带你回他们家 见她的父母 可能要聊聊天 但她父母什么性格 怎么看待你 我可就不知道了 你们三个分一下顺序 谁一 谁二 谁三 她 她一 谁啊 四号男嘉宾一 吧 我 我先啊 可以可以啊 好 预备 开始 爸 妈 哎呀 哎呀 今天我带我男朋友回来了 来 坐坐坐坐坐 这是我妈妈 我爸爸 阿姨好 叔叔好 阿姨给你们听你的 你啥眼神 你看这小伙子长的 挺可爱的呀 你觉得我们闺女哪好啊 你跟阿姨说说 我们认识挺长时间的 然后也是通过工作认识的 然后哪好 让你说哪好呢 没让你说多长时间 长得漂亮 随叔叔阿姨 所以我们俩谁啊 肯定是那个眼睛是随那个 叔叔我炯炯有神 然后给带随阿姨这么白皙 哦 炯炯有神呢 她挺会长的 那 没了 光看颜值啊 就是这个涵养肯定是叔叔阿姨教育的好嘛 哦 哎呀 那我们这么完美的女儿 那怎么就能看上你了呢 哎呀 妈 平时她工作的时候呀 都特别地上进 而且和我相处的这段时间呢 她特别地照顾我 而且特别有包容心 你就不要替她说了吧 她跟我们见面 让她自己说说 哎 叔叔阿姨 这是我给你带的那个水果 哎呀 水果 对 叔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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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榴莲 酒 酒啊 小薇 笑意 怎么四十多度的那个呢 我只喝高度酒 好 那个我现在去联系我们那个老板 然后去让他帮我定一下啊 老板都给你打工啊 没有 那个老板是我的哥哥 哦 家族体验 身先树职嘛 像你岁数这么小 我们家闺女可是要谈婚论嫁的 你这么小的这个年龄 你不能耽误我们家女儿啊 阿姨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年龄它是跟阅历有关的 嗯 你有啥阅历啊 我 我那个 行吗这孩子 我 不行 不定性 这不靠谱 孩子不是叔叔这个人呢 不好相处 因为我太了解男人了 就是男人呢 你不过50岁 他都不定性 那也太晚了 我跟你婶啊 就是过了50岁我才定的性 爸妈要不然咱们先去吃饭 这还有必要吃吗 吃 去哪儿吃啊 那个 你不是订了一个餐厅吗 马上就到时间了 然后那个咱们到时间了 走吧 那个叔叔阿姨 然后 走吧 爸妈 今天 你老慢点 给孩子个面子吧 那那就行 好 行 卡 跳 想娶来吗 好 预备 开始 嗨 爸妈 哎呀 哎呀 妈妈来了 回来了 哎呀 妈妈好 这姑娘长得真俊呢 这姑娘 这是你闺蜜吗 爸 你怎么说呢 我 男的 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你男朋友 多秀气啊 长得 我看穿着衣服一个色 我以为是 哎 我们俩 今天特意配的嘛 情侣配色 对人友好一点啊 人家现在这个叫时髦 时兴 怎么称呼啊 我姓曲啊 叫曲 曲星宇 小曲 哦 姓曲 我听到曲闺女 不是曲闺女 她是那个 她是曲折的曲 哦 曲折的曲 命运坎坷的曲 你是什么呀 作曲的曲 作曲的曲 跟进去 那她能幸福吗 那 不会曲折吗 能幸福啊 哦 我妈小时候 还想给我起名 叫曲财富呢 哦 那为什么 没起这个名呢 那不是怕财富太多了 喘不上气吗 呀的 那你要是这么说 能先简单介绍一下 你现在是干啥工作的呀 我现在就是 干一些广告演员啊啥的 但是我父母 这广告演员 比主持人 争得多那么多吗 不多呀 那肯定比不上 那爸爸妈妈呀 演员这种工作的话 是不是不太稳定啊 是啊 我妈也有考虑啊 所以就年轻嘛 年轻人多成长 等以后我跟小月结婚了 然后干点正当的生意啊啥的 正当 你现在不太正当啊 正当 正当就是 孩子 咱得遵纪手法呀 行不行啊 得稳定点 稳定点 未来的日子呢 我闺女生气了 那你会怎么做呢 哎呀 肯定哄着呢 他说我老婆 你俩有计划吗 什么时候办事啊 就越快越好吧 然后小孩也越早越好了 最后说一条啊 结婚不许穿这色衣服啊 不穿 肯定穿爸这一身 对 你穿这 男人就得一身黑 对 好 看 好好好 来 换人 也不用这么客气了 站起来 爸妈 我们回来了 这是我男朋友小肖 苏总阿姨好 这小肖一身正气啊 肖方圆 肖方圆 你先坐 小伙儿 谢谢苏总阿姨啊 孩子 你饭点的这个时候 你把肖方圆男朋友 领回来什么意思呢 你明知道你妈刚刚开火 你妈那手把一年不做两回饭 所以我想让男朋友 做饭 做餐饭 你会不会啊 会一点 就怕阿姨 叔叔阿姨 你们会嫌弃我做得不好嘛 你会点什么菜 我听听 会做个鱼 炒肉 然后做个家常设计小青菜 这些家常菜是可以的 那你有没有问过 我女儿喜欢吃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我女儿从小就不吃鱼 她让猫咬过 我平时不太爱吃鱼 但是呢 我吃不带刺的鱼吧 你忘了吗 那我还能给你准备点血鱼啊 我闺女是在暗示鱼 那不用做呀 她吃的鱼呢没有刺 但是这个鱼本身是有刺 但她要吃到嘴的时候 是没有刺的 你真聪明 那怎么办呢 我挑呀 你会挑刺 你真幽默 那你们像这项工作 会不会挑我闺女啊 平时嫌她被子叠得不整齐啊 东西放得不到位啊 你说的太对了 你说的太对了 不会我闺女跟着你结婚之后 天天那个被得叠成豆腐块吧 那都不会 怎么会呢 她来帮我叠被子 是不是 对 她主要只需要起船就行 其他都我来弄 那小伙子可诚实了 她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 爸妈 你就放心吧 放心吗 放心 这要是以后真结婚了 你也得多理解她啊 这日子才能过得更好 我会的嘛 行 我就相信我女儿的眼光 对 卡